经过高树香这间咖啡店 很难不被店里的透明玻璃窗 及原木装潢给吸引 此外店家烘咖啡豆时 在门口就能闻到浓郁的咖啡香 更是吸引许多咖啡迷闻香而来 这个很淳朴的乡下 然后很少有一家就是CP值很高的 那个装潢还不错 然后觉得很有感觉的一个咖啡店 那就是价位还是蛮便宜的 那他们的咖啡啊 每次咖啡 因为他们的豆就是现烘 然后很新鲜 然后而且价位又很便宜这样子 其实咖啡豆最重要是新鲜度啦 那我们本身咖啡机的部分呢 其实是进口豆的部分 因为它的质地跟口感 还有它的油脂度会比 可能就是跟台湾的比较的话 当然是进口豆的风味会比较浓郁 除了自己烘国外咖啡豆 店家也有手冲台湾咖啡 店长苏姿亭说农村步调较缓慢 不少民众都喜欢在闲暇之余 喝上一杯咖啡 除此之外 因为乡下少有贩售轻食的店家 因此他们的餐点 除了有最受顾客喜爱的锅烧系列 另外陆续增加三明治总会 热压吐司 杯垢以及早午餐拼盘 向那受到女性顾客的青睐 为什么推荐这家店 很温馨 你最常点的餐点是什么 我最常点的 锅烧意面系列 它的咖啡不错 然后它的餐点也不错 就咖啡跟餐点一起点 就还蛮好吃的 他们拼盘也超美味 超有价值的 对 而且食材都是很新鲜的 早午餐拼盘的部分呢 也是最近大概这半年来才推出嘛 因为其实乡下地方你要吃到 这样子的拼盘的部分是比较少 那其实我是会希望说在高速这个地方呢 也是有提供早午餐拼盘 让民众过来的时候还可以享受到都市那种感觉 苏姿亭说店内的食材都是每天到市场选购 保证新鲜 而且相较于市区的餐点价位绝对是物超所值 而这间店就位于高速厦民众服务站旁 原来是服务站力图转型 结合了餐饮业 希望能更亲近这地民众 结合地方产业嘛 那其实民众服务站已经渐渐在转型 那当初就想说这个地方可以稍微去整理一下 然后开个在地的咖啡馆 然后渐渐的还是会 一开始经营当然是比较辛苦 但是渐渐的现在地方上就比较多人知道 这间咖啡店开业时 因为空间不大就像个仓库大小般 因此取名为仓库咖啡 现在已累积了不少忠实顾客 所以后来又利用民众服务站的空间 设计了仓库二馆 以工业风格来打造别具一番特色 下回若您到高树乡不妨到仓库咖啡 品尝咖啡与餐点 感受不同于都市的农村悠闲步调 评论新闻张如云刘建荣采访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